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歌声学员最终进入鸟巢之夜 他们将全力以赴 冲刺第一季中国新歌声的年度桂冠 而其余暂别新歌声舞台的学员们 则来到了澳门献唱 通过人气比拼脱颖而出者 也将有机会站上鸟巢舞台 澳门演唱会是我人生中第一场 这么大的演唱会 很激动 很兴奋 四年前的时候我是在珠海的拱北 现在今天到这儿来就觉得是好幸运啊 挺好的 也蛮放松的 然后在之后还可以再碰到学员还有队员 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之前感觉自己是一名普通的游客 这次感觉自己稍微特殊的那么一点点 没有吧 就是因为可能要演出吧 然后这次一到就是直接被拖得上 就被拉到现场 感觉好像自己还挺有用的 卸下压力包袱 比赛的成败拒留已经被大家抛住脑后 学员们心情十分放松 相互打趣不停 不用带上 可以啊 再拿个勺子给我吧 原来经过几个月的相处 他们早就成为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一言不合 咱们就先做个游戏吧 逛三园游戏规则 三园分别为水果园 蔬菜园 动物园 大家就要说与其有关的事物 如果某个人没有说出相应的事物 或者与前面人重复 游戏将被中断 这次一下 逛三园 什么园 蔬菜园 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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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菜园 round one 现在我们逛三园 逛蔬菜园 round two 欢笑回荡在耳畔 对于学员们而言 除了友情 他们更大的收获 是在于师生之间 如今这场音乐历练 暂告段落 他们对各自的导师 都充满了感恩 有些时候会苦恼的事情 好像一比赛 出了比赛的状态 再去看他 其实就觉得都不一样了 真的挺感谢 汪峰老师 潘老师辛苦了 真的太累了 我都快吃不上 但他们也是 跟我们一起 潘老师就很辛苦 但是这一次呢 杰伦老师 有亲自为我 打造新的造型 我感觉万分的感激 已经排练了 八十五回不去家 然后下午的时候 月明送过来 特别感动 谢谢老师 老师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就说 你就做你自己 其他的我来承担 当这一切都结束 你是否失落 当我随眼云消散 谁为我难过 没有不散的伴侣 你要走下去 没有不中的声音 但我会继续 欢迎回到 经历M6手机真声音 我们的节目由 内战全加密芯片 经历超级续航手机 M6冠名播出 万众期待的鸟巢总决赛 很快就要吹响号角 在这之前 我们一起去回顾一下 四位导师 在中国新歌声 一起度过的那一些 温馨又欢乐的 精彩瞬间 每每坐到电视机前 关注中国新歌声 除了有美妙的歌声 也必定少不了欢声笑语 只不过 当我们的四大导师 摇身一变成了观众 不知对于他们自己的表现 又会打几分 太大了 看到一个的表情 太大了 能乱按吗 我的爱就要爆发 我要给你 我要给你爱的力量 我现在在想着看怎么办 找副歌按啊 按的有点不甘愿 被逼了有没有 我觉得挺放松的 跟自己在家里 看节目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就跟导师看 可以跟导师分享 当时的情况 所以其实大家一起看 感觉也蛮不错的 比起年年夏天 在节目录制中 度过生日的哈林老师 摩羯座的杰伦老师 赶不上当兽星 却凭着一手 地表最强的 隐藏魔术技能 成功抢镜 接下来请收看 中国新歌声 周杰伦魔术秀 show time 一二三 走 哇 对 好了 好 记好一个 不要换 好 你让我看着你 你眼睛闭起来 看着吗 看着 好 然后等一下眼睛闭起来 你大声说你刚刚记住的一个颜色 好 大声说出来 下一个大声说出来 我刚才说的是 紫色 在他眼睛 你这是脱儿 我不是同行 你看是真的 没看出来 这绝对是真的 不行 那重来 重来吧 重来 重来吧 不行 不行 再来 再来 好 我只问你 这是一种心理手法吗 还是一种 继续 心理手法 这因为我 我对于娜姐的一个判断 而且 那你再来一次 这次只能一致 强博士要有不个牌对吧 感觉一下 对 对 好 好 我们先从汪峰老师来好了 开始 随便抽一张牌 他不好骗的 看起来也是绝对 给那人看 对 都没看 好吧 我都没看 好 来 把牌放进来 对 随便放 这时候我切个牌 你会不会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我牌放在这边 你会不会看到 这边有一张牌 已经在我口袋很久了 相不相信这张就是你的牌 肯定不信 我太不信了 你要演杂了怎么办 不可能 肯定是你的牌 你的 你会不会有点无聊啊 你会不会有点无聊啊 这个 粉树有掌声 这个 今年春晚 他可以上去表演魔术 刘晨可以回家休息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长假期一到 走亲访友 和家团聚 无疑是最大的享受 而在中国新歌声的录制期间 也有不少难得一见的老朋友 不时地给导师休息室 制造一点惊喜 不欢迎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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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坐快坐 哎呀 好激动 快快快 听说你在台湾发那个单曲啊 而且说发单曲都现在特别棒 是吗 那太厉害了真的 跳飞非常好 是不是 好了很多 光是单曲 就卖了三千张 加油 加油 谢谢 另外 你好 好久不见 你好 你好 公邦吧 公邦吧 来了 来了 你想我吗 没有 想死你了 你好可爱 那个谁最会讲这句话 我想死你了 他在这儿玩了吗 啊 红红 我想死你们了 我 我觉得常语还像一个那个学生一样 小儿 对啊 还 还没讲大 还是像那个 迷你熊 没有 还是像迷你熊 像迷你熊流了流海 哈哈 哈哈 马上就要过尊车节了 然后希望给哈林老师带来 来自他老家的味道 要说哈林老师会搞怪的名声有多响 最有发言权的不是导师 更不是学员 多半还是学员的家手 我选了哈林哥嘛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 那个你选那个老师 是谁呀 是谁呀 她会搞笑 她就说了 真的这个就是我妈对你一种非常的认可 没错 这个定位是准的 她从来会搞笑 咕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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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笑了 在关系学员去留的紧张时刻 这样的欢快逗趣 其实并不少见 更多的或许还是这种 笑中带泪的真情流淌 我这三年来我就一直 我老公也一直在 三年陪了我三年 每天都鼓励我 就一句话 媳妇你必行 你老公是一个学音乐的吗 他是弹吉他的 你老公太有慧眼了 你有没有想过 对你这么可爱的老公 就是要说点什么 老公你绝了 我爱你 我也爱你 哪有能力啊 我们欠你断借嘛 你就满意了吗 满意满意了 那不行 那我往后怎么演吧 你觉得我没能力 那你买了吗 现在你还求婚了 在这里 有来自家人的亲情温暖 以霸气著称的纳英老师 就曾数次被学员们的 真情流露所感动 从小的时候 妈妈就告诉我 我是被离养的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 并没有影响到 我走这条路 就是音乐这条路 还有家人对我的爱 你妈妈多大岁数 我妈妈今年六十三 我爸爸是七十五 就是希望能让他们 早一点享受 早一点就是 开开心心的过生活 不会那么压力 我们都可以是你的亲人 对对对 我们都可以是你的亲人 跟妈妈说 我们现在去后台找他 好不好 好 好 好不好 我们去后台 找你来咯 她在台上说 就是她一直想要报答 对 您和她的爸爸 就养育之恩 对对 因为我们俩都是 为人父母 对 我们觉得你们非常的伟大 非常的善良 谢谢 你放心吧 谢谢 她真的 她一定是会好的 你放心 谢谢 我确实没想到 她爸妈是六七十的 如果现在 你必须离开地球 把你放到火星上 并且不知道回来的日期 你会带什么 到了火星 是不是可以视频啊 我得跟家里人视频啊 我那电话可以视频啊 你最怕的是什么 我最怕的 悲欢临合 或者是家人的这个 所有的 就来自于家人的一些 不开心 或者是安慰 对对对 这些是吧 我就觉得 我真的是很幸运 如今 鸟巢的终极决战 已经迫在眉睫 无论学员们的胜负如何 在中国新歌声的舞台上 有的绝不止胜负和去留 还有一份硝烟味 永远掩盖不了的 人情味 多年就是修回忆 十年夜里有龙雨 甜甜滴滴到天明 听晚风海星 时光却松松老去洒水车 路过中西城市的记忆 玻璃窗 一个 一个像酒电影 每一盏都是 刚褪色的 每一次我们的幕后花絮 都让观众朋友大呼过瘾 想要走入中国新歌声 四大导师安全私密空间 简秘节目独家幕后花絮 一定要记得 同一时间锁定我们的节目 下一周再见 拜拜 欢迎到你独家视频平台 优惠视频 同学视频 支持你喜欢的导师 感谢腾讯娱乐 新浪微博 新浪娱乐 网易娱乐 凤凰娱乐 搜狐娱乐 百多数入法 滑铁传媒 航美传媒 宣界传媒 废典无限娱乐 Zacker新闻购端 近日投票界面APP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还可以登陆网易新闻购端 腾讯新闻购端 新浪新闻购端 凤凰新闻购端 及搜 战火再燃 全新导师战役首次出征 近400名学员 争夺48个席位 点击订阅中国新歌声 官方频道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歌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